好来看到花莲市博埃街上店家林立可以停车的车位总是一位难求 但是之前就有民众好不容易找到了白线可以停车 一早却接到警方来电表示阻挡到其他住户的出入 他急忙赶到现场来移车之后 却发现车辆停放的位置并没有阻挡到出入 而是有店家随后就摆出路障挡起路坝的站位 让他弃的po文 在网路上也引起了网友热议 红色车旅车乖乖在白线格子里停好停满 但车署一大清早却接到警局来电要他移车 让他实在令人不解警察是路霸帮凶吗 很紧张就赶快下楼去准备把车子移走 因为他是在白线内而且我并没有违规 那我有很大的疑问是 为什么我会被会说叫我要移开这个车子 回到事发现场大街两侧的白线上停满车辆 但仔细看向右方一处建筑玻璃门前 明明是在白线合法范围却放了两个请勿停车警示牌 甚至还跟一辆生销的脚踏车锁在一起当路障 铜皮店加长期占用马路公共空间当私家停车位 这起纠纷发生在花莲县博爱街有业者 2号早上7点向派出所检举有车挡在门口 车主王姓女子大老远跑来看到情况傻眼了 车子分明停在合法出气的指控警察 可以不顾白线叫民众移车吗 很难停就是除了两边来回的车嘛 这个你看商店又很密集 都是在卖吃的 你说要怎么停啦 在热闹市区想要好车位真的要收香拜佛 民众一般也会在店家开店前就把车辆移走 但这种约定俗成的人情味并不具法律效力 并不能当作要人移车的理由 不能阻止别人在白线上面停车 但是你们也不能放置任何的东西 例如脚踏车啊 废弃车辆啊 或是花盆啊 占用在路间 这样子的话就等于你也是路发啊 你反而才是违规啊 如果是路边白线内可以停车的范围 放置路障等物品 那警方会依道路交通管理主罚条例 第82条第一项第一款 予以高发拆发 警方没实际到场 害民众受到惊扰 这场停车乌龙反而揪出业者违法问题 未来若再乱设路障将依法开罚 记者林明静许丽 请欢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